大家好,面粉别总蒸馒头炸油条了 今天教你一个十足的懒人做法 好吃又营养,比包子简单,比馅饼都香 出锅全家都爱吃,做法简单,一圈三连去给我关注 首先准备一朵从树上摘的西兰花 用剪刀把花朵一个一个的剪下来 再把这大朵的一分为二 再二分为三 分好之后放到碗中 里面放入一勺小苏打 再放入一勺食用盐 倒入长江水,没过西兰花 放入食用盐有消毒杀菌的功效 而食用碱能去除掉西兰花表面的农药残留以及杂质 用手搅拌均匀,放在这里浸泡10分钟 下面准备一个胡萝卜,洗干净,削掉外皮 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平时多吃点胡萝卜对我们的身体好处特别的多 再切成胡萝卜丝 最后改刀切成胡萝卜丁 切好以后,放到青花瓷的大碗中 一根火腿长,先切成薄薄的厚片 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小丁丁 切好以后,和胡萝卜放到一起 这时候西兰花也泡好了,下手多抓洗几遍 捞出,用流动的清水再冲洗一遍 然后拿起一朵西兰花 用剪刀把上面的花朵剪下来 剪下来的这个梗也不要扔掉 我们可以用来炒着吃,也非常的脆爽 今天的美食只需要西兰花的花苞 甜膜取下来之后,和胡萝卜和火腿汤放到一起 调味的时候只需要加入食用盐 难得调味料 先用筷子炒拌均匀 然后里面加入500克普通面粉 一袋干酵母 再倒入270克温水 边倒边搅,帮它们调成絮状 调成絮状以后,下手再活成面团 最后活成这种不软不硬的面团 上面盖上一层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醒花至原来的1.5倍大 一眨眼的时间,大家看一下 醒花了满满的一大盆 里面的蜂窝组织特别的细腻 像这样就说明醒花好了 案板上先撒干面粉 把取出来的面团放到上面 再轻轻地揉一揉,把里面的空气排出来 揉好之后搓成长条 再揪成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取出一个面团,先揉一下 再团成一个圆形 像这样就可以了 取出一个揉好的面团 再搓成长条 搓好以后,再用手把它按扁 用擀面杖把它擀成一个牛舌状的面片 擀好之后,再把它卷起来 像这样一个花卷的生胚就做好了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蒸锅准备好 把做好的花卷生胚一个一个的放进来 放到时候中间留够足够的空间 这样在醒花的时候,它不会粘连 上面再落入一格壁子 盖上盖子开始醒发 醒发了15分钟左右 打开看一下 个儿个都变得胖乎乎的 像这样就说明醒发好了 然后盖上盖子开火 上去计时 蒸13分钟 好了之后,再焖上2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盖子 哇,非常的漂亮 满厨房飘着西兰花的清香味 下面一层也非常的漂亮 出锅,放到漏筐中 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蒸的花卷 有菜有肉,营养丰富 比油条简单 比包子还要好吃哦 非常的蓬松又渲软 喜欢的朋友 你也收藏起来做给家人尝尝吧 做法简单 营养又美味 好了 今天的美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我每天为大家分享一道不一样的美食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留言转发加关注 非常感谢家人的观看与支持 我们下个视频再见